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繁衍生息 汉武大帝大通河西走廊后 这里也如同他坐中四连的地理位置一样 成为了十字路口 死仇西去天马东来的盛况 似乎还在历史的烟波浩妙中抵挡 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 兰州 黄河自西南流向东北 形成了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形河谷 河两岸 麒麟山的鱼脉加河而立 兰州人在这条狭长通透的河谷中生息 东升的太阳照亮了这座古城 黄河两岸的人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过去的2200年里 黄河见证了每一个兰州人的出生与衰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河上的这座铁桥 首位在兰州超过了三万七千个日夜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行人从这里经过 而更多的是慕名而来的游人 谁都不会记得铁桥每天要和多少人合影 但合影的人却会始终记得 他们来过兰州 这里是黄河的上游 波澜不惊 放一只羊皮筏子顺河而下 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古老的求渡方式 更能解读兰州力量了 畅想几十年前 几百只羊皮筏子满载货物漂流而下 羊皮筏子赛军舰的情景 似乎是水墨中国永恒的主题之一 河流是地造文明的血脉 古代农耕文明的杰作《兰州大水车》就诞生在这里 这种水车被首批载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这里也因此被誉为水车之都 兰州水车博览园 再现了五十年前黄河两岸水车林立的景象 如同四百年前的智慧结晶 改变了兰州人的耕种方式一样 现在的水车人改变的是兰州人的生活态度 农耕文明的功用 在光阴流转中 已逐渐被现代文明的火种所取代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 流过了家流过了澜州 远方的情人啊 听我唱之黄河有 日头总是不屑地走 走过了家走过了澜州 大同河畔的鲁土斯衙门 是明清时期驻守西北的土斯官邸 这座奇异地矗立在西北边赛的小布公 三十六院七十二道门的布局 大展皇后气魄 位于黄河北岸的国学馆 则显得相对沉寂 这里融合了朱子百家的思想精粹 国学名片与历代先贤 仿佛都聚集于此 至身此地 静静的品味 各派先哲的汴京论道之声 往往回响于耳 说到汴京论道 就不得不提那阿甘林区的石佛沟 这些隐居山林的石佛们 将自己的道场 选在了如此的人间仙境 引山泉赏野花 看兽走秦飞 探鼓动寻幽处 任山高水低 在历史的红波中 王侯早已远去 而能够广为人知 流传下来的 只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有太多诗词 解释了五月寻仙不死远的理想意境 而早在西周 兴隆山就成为道人凿动修行的天然道场 而其古称七云山 更是使它有了几分折仙的味道 这里的景色 会让人感觉置身于中国的南方 而不同的是 兴隆山是避暑圣地 即使在酷热的夏季 也保持17度左右的气温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就是选择在这里 渡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如今的星龙山 依旧有着令人着迷的景致 以及现代城市最为缺乏的新鲜自由的空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泉山 五泉山下 老人的生活 我们学生在学泉山 柔强山 清澈了泉水 充盛而甘甜 穿越千年风雨 滋润了山下有一片绿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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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做了 让里面洋杂 洋头 Kam Dass 与人说话 狂话 啦啦啦啦啦啦啦 如今兰州旅游已拥有成熟的四区两阶六线的发展格局 而新城建设的号角也已吹响 未来 于中盆地 秦王川盆地 北部荒山造地区 三大片区 将形成三足鼎立兰州新区 这将不会是一般意义上 城市建设区与经济开发区的简单叠加 而是经济 人居 生态功能合一的复合城市 若干年后 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们会分治踏来 将海市渗流般的幻想变作现实 古兰州 他所担负起的传承 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里没落 并依然绝朔 而新兰州 更将以令人瞩目的创举 书写未来中国的另一段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结束